上海浦东万人上街抗疫污染企业 各方聚焦APEC北京高峰会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 上万市民周五周六连续两天上街游行 抗疫电池厂落户当地 警方抓捕数人 有参加游行的居民向本台表示 他们担心电池厂会造成粉尘及水污染 而对日益高涨的市民街头抗争 上海政府11月1号晚间宣布取消有关项目 据悉8个月前上海当局曾计划 在浦东另一个地方也就是南汇区惠南镇建造一家电池厂 但遭到该镇上千市民的游行抗疫 政府被迫撤销相关计划 上周末的街头抗疫是8个月以来发生在上海浦东的第二次大规模市民抗疫事件 接下来我们关注发生在广西贵港市的一起街头抗疫 广西贵港市武林镇数百居民 因不满政府放任采杀公司采杀 导致房屋大量倒塌 大批居民无家可归 11月1号他们拉横幅刑制镇政府讨说法 遭到大批警察驱赶 我们来看报道 参与游行的谢小姐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 形容事件是武林镇空前的灾难 现在已经有很多楼崩了 是十几座吧 现在还继续在崩塌当中 我们这边的居民怎么安置 后期生活怎么办 现在还没出那个方案呢 地质检测的人来讲 河床已经空了 空到一百多米 河堤边全部都崩了 早几年人家就投诉上去了 不能再这样子挖沙 挖沙挖到什么一个程度呢 它那个管子每年都增加 崩塌是这样的现象 以前一直没人管 挖河的这个公司是什么公司 你们知道吗 河沙公司 我们到武林镇政府反应过了 然后反应了又到平南镇政府反应过 平南镇政府反应过了不得 然后就到贵港 事情就压下来了 每年的反应 应该是拿了从中的那个利益关系吧 他们不敢跟你们说实话 如果上了新闻 政府怎么跟人民百姓交代 帮他之后有人死亡吗 目前来说没有 但是财产损失很严重 11月1号的时候去抗议 镇政府有没有给你们答复 一般政府不会给给我们答复的 就是最后唯一个围栏在那里说 这个核体崩塌是自然灾害 不是挖沙公司影响的 然后这些人就不服气 然后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又帮他来去做房子 武林镇政府的一名值班人员表示 相关部门已召集专家做调研 暂时无证据表明 事故是由踩沙所导致的 他方到底是不是抽杀引起的 那为什么两天不到十几间房间都倒塌了 而对于居民所说的数百人 无家可归的情况 这名值班人员则表示 灾民已经全部安置好 那什么时候能回家呢 这你们知不知道 11月1号的时候 很多人来抗议了 据居民在网络上曝光 武林镇政府 平南县政府 桂岗市政府 共收受核杀公司1.82亿元好处费 纵容非法采杀 游行当天 大批武警到场与群众对峙 其后驱赶及恐吓示威者 面对越来越多的街头抗争及警民冲突 中共高层则强调推进 所谓的平安中国建设 并说要求各级政府 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11月1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24年来首次修订 行政诉讼法 新法将于明年5月开始实施 据悉 针对民告官立案男的问题 新法扩大了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 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 房屋土地征收补偿 滥用行政权力 行政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等 12种情况 法院应受理 中国颁布新的行政诉讼法 试图破解民告官案件的立案男 审理男 执行男 新法还规定 民告官案件 行政首长需出庭应诉 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执行判决 法院可以拘留 直接负责人 然而 对于许多权力受害者而言 法律的进步似乎是远水难救近火 广东省东莞市台资新红协业有限公司 拖欠员工工资已经两个月 老板跑路 10月31号 该厂700名工人到镇政府维权 被大批警察拦截 多名工人被打伤 至少4名工人被抓走 据悉 10月份 东莞发生多起 协业企业老板跑路事件 包括有 医美亭协业有限公司 龙旺协厂 和田安卓加工厂 美城协厂 新红协业有限公司 超盛协业有限公司 义丰协厂 合城中敌厂等 至少8家工厂老板 跑路失联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 医患冲突的案例 11月1号 湖南省楼底市中心医院 保安围殴多名死者家属 继而殴打对患者病例 提出质疑的律师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楼底市中心医院因医患纠纷 上周六院方出动保安 殴打一名在该院输液 导致处死的患者家属 家属向律师求助 结果连律师也遭殴打 当事人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 郭雄伟律师 星期一告诉本台 您哪里受伤了 有没有东西损坏 我的全身反正是全打脚踢 全身都有一些伤痕 郭雄伟称 打人者还抢走了 他的律师职业证及现金 手机和保安信封装的现金 有一万元现金 全抢走了 您报案了吗 到了啊 出来去 到了医院 先跑到医院办公室 爬了好久以后出来 问我医院保卫科长 警察有没有立案调查 您有没有要求立案调查 我要求立案调查 而且当时要求 一个要固定证据 第二个要把相关人员 做彼录 那么警察就把我 带回去做彼录 我彼录也明确要求 要做刑事案件立案 如果不立案 要给不立案通知书 警方怎么答复呢 他们 他说要是否立案 要明的决定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答复 没有问题 死者的儿子 郭航海周一 告诉本台 他的母亲 66岁 到医院急诊室 输液后 出现抽搐 其后死亡 他以医院理论时 医生拒绝出面解释 还叫来保安 殴打他们 现在这个尸体是被 他们给控制了 还是你们可以随便去看尸体吗 我们一直没接尸体 尸体没接了 郭律师说 医院方面周一提出 要求调解 被他拒绝 他要求警方立案调查 依法追究 招事者 即日起 他已停止 受理所有的新业务 直至将打人者 绳之以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对于楼底市中心医院保安 殴打郭雄伟律师事件 一百多名律师 联署发表四点声明 指出 涉事医院的暴行 是对律师人身权利 和职业权利的粗暴践踏 严重关注并协助 郭雄伟律师的维权行动 呼吁 湖南省律师协会 和中华全国律协 高度重视此案 强烈要求公安部门彻查 并对网络上已有的 楼底中心医院保安殴打律师 涉黑暴行传闻正面回应 有关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本台将继续为您追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看看香港站中的消息 香港占领运动处于胶着状态 学联及站中三子各自提出解决方案 但各方分歧依然很大 而23名泛民立法会议员 因不满行政长官梁振英制造社会撕裂 宣布抵制将于11月5日召开的施政报告咨询会 此外 香港警方自11月2日开始 首次进行雨伞阵针对性演习 据报是为新的清场行动做准备 站中发起人戴耀廷提出解散立法会 而学联提出由立法会议员辞职发动变相公投 至于附近争取与领导人直接对话的计划 学联表示仍希望实行 公民党梁家杰表示 要考虑政府会否趁议员辞职后 即不选前提交政改方案到立法会表决 令公投效果打折扣 而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 辞职公投等议题非成熟建议 又称学联附近对话城市机会不大 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周一告诉本台 跟他讲的没有什么公司还可以讲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特色的特首 因为他犯了很多错 他应该下台的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 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案可以改决现在的情况 而在占领区 至周一仍有数百人通宵留守 支持留守的叶先生周一告诉记者 他感到天气转凉 占领者们体力日渐下降 但还应坚持与政府打消耗战 现阶段不应退场 政府他不愿意出来跟香港人去对话 愿不坚持他们的framework 要他遵从香港人的意愿 哪都可以解释这个状态 再有第二次的对话 政府都只会说同一样的话 只会说我们要依存人大的确定 我不期待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出来 对于留守者 没遵从法院禁制令离开占领区 数十名律师周一到高等法院末站 活动发起人表示 有人公然违反法庭禁制令 是严重破坏法制 此外 占领运动期间 警方虽清理部分路障 但却激发了更多市民 已雨伞阵重夺占领区 令局势陷入僵持 有鉴于此 警方已调整策略 并由周日开始一连两天 每次安排预牵前线警务人员到警校 重新训练破解占中人士的雨伞阵技巧 以配合未来新的经常行动 11月2日 1989年北京学院领袖周峰所 专程赴港支持占中运动 并于当晚在金钟扎营 周峰所11月3日参观了 位于尖沙嘴的六四纪念馆 又前往旺角占领区与一些学生交流 我们一起来看看 周峰所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89年的时候 在广场上 支持北京学生最多的就是香港 香港争取普选 要求民主 一直是一个心愿 就是我们到这里来表现我们的支持 还有一个就是9月28号 香港经常使用催泪弹 威胁要开枪的那种场面 然后就想起89年 就觉得在这种时刻 还是很想和这个争取民主 这些人站在一起 周日晚在金钟扎营的周峰所表示 此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为了自由民主努力 感到十分安慰 也充满了希望 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些人 跟他们在一起 心里非常的有安慰在于 我们其实这25年以来 我一直在从事这种事业 在大部分时候 人是很少的 特别是年轻人 在今天能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 因为这个中国自由民主 为香港民主最上的努力 真的是感到很有希望 10月26日 同为六四学运领袖的王丹 发表了给香港学联的公开信 认为战中的前景并不乐观 要做好雨伞运动失败的思想准备 不过周峰所认为 战中运动主要是对年轻人的一种历练 他们通过用自我牺牲的方式 将内心的诉求表达出来 并因此而觉醒 这已经是一种成功 一种胜利 他说 周峰所表示 香港的战中运动 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而言 是先行了一步 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一切 都是为大陆树立了一个样本 周峰所告诉记者 希望能够与学生多些交流 他坦言 并不能给出什么成功的建议 但对于占领者们所做的行为 感到尊敬 对于周峰所专程赴港支持战中 大专身林同学认为 因为周峰所所能做的也十分有限 所以它的到来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林同学指 战中的主要瓶颈在于 政府始终没有拿出诚意 来解决现有的争议 林同学说 这场战中运动究竟会持续多久 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11月2号 中国著名艺术家李献廷被当局软禁 住家被上岗 李献廷在微信中表示 警察不允许他见律师 并要求他离开北京 但因为李献廷生病不能履行 警察随即开始在他家门口上岗 据悉 李献廷是知名的艺术批评家和画家 今年早些时候 因为举办第11届中国独立影像展 而遭到当局打压 影像展被迫停办 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召开在即 国际特赦 人权观察 中国人权自由之家等 共9家国际人权组织 日前发表公开信 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中国参加APEC会议期间 关注中国人权环境的持续恶化 并向中国领导人表明 对公民社会的打压 不仅有碍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也会阻挡中国挤身国际社会 公开信还要求奥巴马总统 向中国提出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 不久前判重刑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 今年8月刑满初遇 但未获自由的人权律师高智盛 以及被囚禁10年 近来健康恶化的藏族佛教领袖 丹增德勒仁波切等良心犯 奥巴马总统将在北京出席 APAC会议期间于本月12日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将于11月5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当局采取多项措施确保会议顺利举行 当中不少措施被批评扰民 令市民上班、办事、宿地、旅游 甚至连结婚、饮奶都受影响 据《明报》报道 北京规定三轮电单车以及电单车等 被禁止在六环路以内的道路行驶 宿地服务将会受阻 有鲜奶公司则向客户发出通知 称由于实行交通管制 公司决定放假9天 对此有网民调侃 APAC令北京市民断奶 另外北京市署各单位七成约1.9万辆公务车 将在会议期间停驶 甚至全市的婚姻登记处也要暂停服务 在亚太经合高峰会的舞台上 两岸关系及互动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看点 代表台湾方面出席亚太经合会的肖万长 如何看待它的北京之行 我们来看报道 亚太经合会领袖会议预定11日在北京举行 在台湾 马英九总统在极力运作个人亲自出席 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马席会 没有成功之后 改而依照惯例 只派前任副总统肖万长出席 肖万长周一上午 率领经济部长杜子军 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举行新闻发布会 肖万长发表讲话时说 自己将全力以赴 借此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 为融入亚太区域整合 以及全球经贸体系创造契机 但本台记者问道 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 经历了台湾318占领立法院 香港战中 马英九双十讲话 和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疑似共谍等事件后 两岸关系可以说落到马英九就任以来的谷底 而身为领袖代表 肖万长如何看待自己此行的角色 肖万长回答 其实我以前几十年在政府 疾官无误的时候 我也经历到两岸关系 轰轰一轰 两岸关系也不可能说 一直都是顺境去防风水 它是有顺境 没有意见 顺境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不必太高兴 逆境的时候也不要太气味 基本上我觉得两岸关系这个六年来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大度的改善 所以在这一个期间 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小战 那这一些呢 不要说 让它影响 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的 这一个局势的 这一个局势的 要发展 我想这案就很了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则在记者会上证实 他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将于12日举行一次非正式的会晤 但王玉琪强调 这次和张志军会面 不会主动提出马席会的议题 而政府为请肖万长出席APEC领袖会议 基本上就是传达了马政府 对两岸关系一直以来的立场 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前 肖万长先前往总统府 拜会了马英九 马英九也强调 肖万长参加APEC时 有机会和中国大陆领导人碰面 希望让对方了解 两岸和平发展 仍然在九二共识 一种各表的基础上 稳中求进 不会有任何改变 自由亚洲电台里同 台北报道 香港占中运动仍在进行之中 那么香港与北京之间 为什么形成今天这种 一成对一国的对峙局面 在本台近期的《中国透视》栏目里 学者王康先生分析 占中运动的后现代特征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 香港的目前的状况或者叫危机 主要的根源来自大陆 香港目前香港所反感的 所拒绝的就是大陆的这个病症 两极分化 官商勾结 自由越来越少 民主越来越远 这个对于香港来说 既是一个厉害上的 是那个生活上的 利益上的这种冲击 因为大多数的香港感到自己 可能有被边缘化 被贫困化的可能性 因为更重要的就是一种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对于香港来说 是一百年的港英当局的 这个殖民统治 同时也是就是多少次的 逃港的大陆人败去的 他们对大陆对中共的这种看法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现在这是香港的 这是民主运动啊 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现代和当代的意义 它的形式上当然有那种 现在的新的媒体 手机iPhone电脑 传媒互联网 但还有一个就是 在它的精神上 这个香港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国际化 而且是一个很多后现代化的 特点的一个社会 那么它的这种运动啊 很自然的会带来后现代社会的 一些精神和理念 那么他们就是拒绝这个绝对权威 也拒绝这个唯一的中心和封闭的体系 那么他们要求的就是多元多样化 存在一种差异 这样就势必要求平等 要求对话 也就要求开放 也就要求民主 也就要求自由 因此它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 这个理论框架下 现代主义所形成的那种国家权威 那种政党权威 那种政治权威 通通都是要被质疑 要被批判 要被否认 所以香港目前呈现了 除了这个传媒的这种革命化之外 其实它的一种哲学 某种意义上是北京当局 根本不理解的 北京当局还 不要说是后现代主义 连现在主义 现在还在拒绝吗 还存在古代的这种大一统的 中央王权整集国家的这种理念上面去 这个差距实在太遥远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 就是我觉得是台湾的 这个香港这个世界的体现是一种 我们中国人特别比较陌生的 但是也特别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他们强调的一种精神 就是和平和爱心 我好像这些战中的 这些所谓的这些三子里面 戴要庭也好 还能牧师也好 三个里面两个都是基督徒 这个学年的秘书长 这个周永康 和那个新的 西岁的那个小伙子 黄之光 黄之光 这种和平和爱心的思想 这种东西对中国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新的一种政治理念 和一种社会的思潮 这个对中国来说 一是新的东西 甚至也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变化 它不是要取而代之 它也不是要以报一报 它恰恰相反 它是需要一种真诚的对话 开放 伙伴互补的关系 那么这种人就是它群青一切人 它真正的尊重多样和差异 以及偶然性 还有啊就是 后生产主义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强调人 是一个创造性的存在 人不是一个 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螺丝钉 或者一个 一个角色就算了 它的价值在于不断的创造 创造自己 创造世界 而这个创造世界 就是不断的更新的过程那边 没有一种固定的 终极性的东西 所以世界和个人都是不断的奋斗 不断的开拓的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被安排了 或者已经被预知了 那人生就没有意义 而社会发展又停下来 在这点上 我觉得他们甚至比1989年的 六四运动是 它是真正的一种 当在意义上面的社会运动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感谢您收看 再会 3 7 8